剛剛大家有沒有一直摳來摳去的 有齁 來看一下你的歷程好不好 有沒有發現都在裡面 請問你有什麼東西會經過檢天簿 文字 圖片 檔案 對不對 還有什麼別的 就這樣而已吧 對不對 所以呢今天如果你用了這個 他的好處就是說這些東西他會把你留著 因為微軟值對office比較好 他會有多重剪貼啊 可是其他軟體都管他去死的 這樣不行 因為那些是我們要用的 所以你要想辦法找到比較適合的 那我們在這裡的話呢如果說我用的是文字 這裡 好這個我就開一個新的 假設我要用到 剛剛這個 兩種方式都兜兩下有沒有就進來了 然後如果我要用到 剛剛那張圖片 兜兜 都進來了 對不對 關掉 沒有關係 一樣可以用 那麼這裡 如果說 因為其實有些時候我們比如說在某個 狀況下 比如說我現在在做這個專案 還是這個成果報告 有某些字是會常常用 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可以假設這個字 你現在常常要用 你可以 把他 留下來 所有的留下來就是 因為我們在這邊 他會有一個記錄的上限 請問你覺得要記多少個比較適合 人有時候記性不能太好 什麼事都記得 也會難過 好 預設的話呢 記30個 你可以來這邊 在上面按右鍵 有一個選項 內定值 這裡 預設是幫你留30個 也就是說過了30個就 超過30個 最早的那個就 清掉 好那你可以自己來這邊去調整 最大是記1024個 我想應該是不太需要那麼多啦 好你可以看你的需要 那麼 各位呢回去第1件事情 如果你覺得這個專頂好用 要麻煩你要做是 系統開始的時候就把你記錄下來 對不對 等你想到的時候就來不及啦 等你想到要記的時候就來不及啦 所以平常我都是先記下來 好那 現在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這個地方 這個項目你常常要用 我最近常用 你不希望他淹沒掉了 你可以按右鍵 告訴他 麻煩你不要自動刪除 幫我永遠保留下來 等到你真的要的時候再刪掉 好真的不要的時候再刪掉 你看有沒有發現這旁邊不一樣 對不對 他就留下來 好這是第1個大家可以使用的一個方法 那第2個呢 我相信大家也常常在看那個網頁啊 Copy資料的時候如果你是這樣call 請問會不會把網頁的格式 順便call過來 會 如果你貼到office裡面的時候 他有一次的機會讓你要不要改用純文字貼帳 如果你錯過了那一次 後悔來不及 對不對而且你光要清掉那些格式你就要很努力嘛 有時候你要發現 這個格式怎麼亂用亂用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以往我們做法大部分都是 打開有一個叫記事本 Copy完之後來這邊貼上 先汆燙一下 過濾掉那些格式 再Copy再貼過去 就會變純文字 但是現在不用那麼麻煩 你可以來這裡 假的我這樣Copy起來 把它複製起來 你看我如果直接貼上的時候 我直接貼上有沒有格式又過來了 所以我們不希望這樣子 你可以來這邊 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以純文字貼上 不用再經過那裡 貼進來就一定是純文字 不會有格式 我想你這樣在整理就比較方便一點 那當然其實我們如果說你這個 這個剪貼布你常常在用的 就是假設這個項目你常常在用 那我們有時候還有一個情形就是 就是我這樣Copy出來了之後 我要的就是什麼 比如說你看喔 我這樣Copy出來 我要的只是 這 這裡面的 這一 就是這些東西 可是你有時候我Call的時候 因為Call的時候不方便Call嘛 會多Call到對不對 那如果你像這種情形你把這個 有錯誤的留在這裡面的話 你每次貼上是不是要再重新刪掉一次 沒錯 其實他還有一個功能就是你可以先把 你看按右鍵有沒有一個編輯剪貼布 你可以先把你的剪貼布的內容怎麼樣 先編輯正確 你了解嗎 你看這裡有沒有新聞照片我也多Call到了 我就把它刪掉 刪掉 把這裡刪掉 先把它存檔 這個很像那個Wallpad 對不對 好 你編輯好了 這樣子的話呢 我再來這邊 把這個內容 按右鍵 這樣就永遠都是正確的 我只有Call這個嗎 應該不只吧 怎麼只剩這個 我看一下 點一下 貼進來 有 有有有 這樣是不是 貼進來都會是正確的 這樣了解 這次可能老師 也許以後有機會用到了 OK 所以我們大致上可能今天 時間比較有限 大致上就先跟老師們介紹到這邊 你從 協作平台的 怎麼樣去建立起來 從這邊怎麼樣去把你的協作平台建立起來 然後 到新增的頁面 到Google的找圖的方法 然後怎麼抓圖 再加上這個剪天錄的 我想這樣 可能大家會先有個印象 那麼 後續如果您在用的過程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在一起討論 好不好 OK 謝謝大家 謝謝